面对乌克兰边境局势升温 美国总统拜登发出警告 呼吁仍在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迅速撤离 白俄与俄罗斯10号大动作举行联合军演 五角大下透露 美国与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互通电话 以避免在军演之际错估情势 双方也同意保密谈话细节 而无法直接在乌克兰驻军的美国 已经陆续将兵力派遣至临近的北约组织成员国 如今有更多架F-15战机在波兰降落 除了美国外 英国也向波兰派遣军力 首相强声更亲访波兰与北约组织展现团结力量 表示现在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情势最危险的时刻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0号举行会谈 但拉夫罗夫会后表示他相当失望 因为会谈进程像哑巴与龙子的对话一样 在北约扩张议题上无法找到共识 俄国与乌克兰局势僵持不下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扬言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必定会祭出严厉制裁 停止俄罗斯直通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 被视为王牌 德国总理肖兹只表示 不会出现行动不一致的情形 却没有提到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等关键字 语意模糊令乌克兰不满 分析家指出 基于外交 内政与法律三重考量 交资既无法名言拒绝管线运作 也没有太多反悔的空间 否则恐怕会面临法律诉讼 甚至是巨额违约金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雷南 语意模糊 遵到 按赞 薰 照 kasih 我们这些ever 连扬 学做 节奏 是 经历 了 结ît 不